所以我比较喜欢把它那个古典图 把它变成骨头的骨 古典图 所以我们来看如何把它变成古典图 然后我再来去挑选 把它变成让主管来去选 首先这个折线图是不是里面线条就是很单薄 怎么把线条变粗 是不是点这个格式 对吧 所以点到这张图之后请点格式底下 然后针对针对里面的图案 图案可以吗 首先B角形 有看到吗 先把它改成12 那我比较喜欢的是圆形 好 你们如果一定要呈现那个这个摘要 就是那个纸啊 等一下我再呈现 其实这个摘要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真的我们大树就要看的是 像例如说哇 你看这边分成一群 这边分成一群